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 什么叫贸易战呢? 首先就是说双方都加征对方的关税 就叫贸易战 如果一方粒水的,譬如中共粒水的 怕的,不理的,不加征关税 那就没有贸易战了 即是等于被人按住砌 按住砌就不是砌,还拖才是砌 已经说明了,你还拖吗? 对吗?你还拖,可以 美帝就整理,不是打你两拳这么简单 打到你准备了,现在说明了 他说你还拖我就再还你,再加二千亿 再还拖就再加你二千亿 加一加五千亿都来的,随时 是吧?你想回整个架局就是说 经常说嘛,美中贸易的疫差嘛 你中国货品来我美国市场一年 那个是五千亿美元 美国货品去中国市场一千二百亿 三千亿左右 你中共可以玩,玩了多少呢? 一千三亿 现在他老实说 他说差不多去到四五千亿 是差在一句说话而已 经济制裁 玩到这么长时间是用经济制裁 就是说你全部中国制造的货品 不能够离我美国市场 那你就打了 即是特朗普他是找数 即是他竞选那时说到那么明 是要向中共加征这个关税 他其实还没找足数的 他说二十五百仙 其实他那时竞选说四十百仙 对不对? 即是他如果再玩去这里再搞 再加多十五百仙 即是四十百仙的哦 是吧? 一路搞下去 是吧? 那现在你看回 中共真是缩缩的哦 咬咬的哦 他真是想想 撩不起的哦 是吧? 撩不起 即是他常常传出来 即是中共那些喉舌 传出来都说 是美国发起这次贸易战的 中共都想谈的 即是想跪低咯 即是表明你是想跪咯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即是再讲回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最近又已经讲到明了 即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底特律这个经济俱乐部 讲话的时候 批评中国经济掠夺型政府 又表示 中国近期声称会开放市场及全球化 是笑话 是笑话 是吧?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是掠夺者 盗窃及规范整个史无前例 即是又抢 即是偷挖拐骗 俗称来说 是偷挖拐骗的政府 是吧? 但情况迟迟未被处处理 又反问中国是否会否容许美国对中国做出同样的事情 形容做法是掠夺经济学101 对吗? 即是你想想 美国国务卿都讲这番说话 中共是笑话 即是中共笑话即是说大话 他掠夺型偷挖拐骗什么都做 你是靠这件事发迹 你是靠这件事维持经济体系 对吗? 你看淘宝就知道 买什么东西 翻版东西 全部不是掠夺什么 摆到明掠夺 对吗? 如果你正正经经规规矩的 自己生产货品出来 卖好像欧洲货的价钱 看看有没有人买 一定没有人买 对吗? 你中国制造几个字 就说明是便宜的 后面两个字 美不美正就不敢说是便宜 一定是便宜 对吗? 你用便宜来供这个市场 你用便宜来供这个市场 后面中共政府一定有大额的补贴 如果不是这些企业 这样玩法 你看现在整个问题来说 中美贸易战 就是贸易战 经常说贸易战 是哪个需要哪个多些 老实说 美帝都计算了 后面的智囊计算了 就跟你玩到底 五千亿就跟你玩 是玩到底的 你再说特朗普在昨天凌晨 加这个所谓二千亿美元的关税 刚巧得那么巧 金正恩又去了中共 对吗? 是不是这么巧呢? 你看一样东西 我常说特金会 特金会那段时间 未见特朗普之前 我都说金正恩不会再见习近平 对吗? 他见完特朗普之后 他会不会亲自去见 和找人代表去和他经 两样东西 如果亲自去见 金仔就变成一个人球 人球啊 不是足球的球 是有所要求的球 就是什么都想要 对吗? 金正恩就是现在北韩的处境 只变成了东北亚的印度 两边都上剧 对吗? 是不是这么巧 金仔去北京访问 特朗普就加2000亿呢? 是不是这么巧 对吗? 现在传说 金仔打电话给特朗普 说那条样子 要他去见他 可能特朗普说 你见咯 现在我见 你就拿最大利益咯 现在老实说 美帝加关税 中共又想打理北韩牌 对最大得益者 不用说 表面上就是金正恩 中共是有对北韩有所求的 就是想求北韩保护中共的 那你金正恩要什么有什么 其实说到明 现在你看回 现在整个问题来说 这个特金会在新加坡举行之后 老实说 金正恩的政治价值开始减弱 真的开始减弱 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究竟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秘密会谈 虽然说两个人 其实还有翻译的 四个人 究竟讲过什么呢? 会不会在里面讲到一些东西 就是核的问题 一定讲核的问题 会不会特朗普搓到金正恩 讲了一些核的问题 因为老实说很容易 你看回两样东西 无核化和无核是两样东西 无核化就是说你有核武 就叫你销毁核武就叫做无核化 无核就是说你无能力制作核弹 是两样东西 价值是不同的 是差天共地的 会不会特朗普是试到金正恩 或者金正恩直接说给特朗普 我是没有能力制作核弹呢? 刚刚说完之后 如果特朗普说 如果他这样跟特朗普说 特朗普可能说你不要爆出去 照说你现在我跟你谈是无核化 无核化嘛 那你就很多本钱 跟中共在中共里面 拿多些利益 是吧? 就是这样的嘛 政治就是这么假滑这么荒谬的啦 对不对? 你走在一起的 就大家唯一唯一唯 喂 有钱就用这叫老陈给啦 对不对? 中共这么大条水鱼 不能禁 现在美帝又禁它 北韩都可以禁它 禁它 用这个无核来禁它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想想 所以金正恩的政治价值是低了的 如果你那时候没跟美国谈 你现在还在试射中 就是说我会试核武的 和发射弹造导弹的 你那个政治价值一定高的 高很多 因为现在你谈了出来 喂你摆到明 排面上你是和美帝妥协 我是会无核化 无核化 现在你看回 美国国务卿这个叫做 蓬佩奥呢 又再去北韩呢 就说这个所谓无核化 这样再打这个政治派 老实说这些政治手段 这些政治 政治手段世界 肯定是美帝最强的 玩这些政治派 中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没有这些政治能力的 其实他老实说说到明 习近平上任之后 老实说他封杀那么多媒体 捉那么多人 捉那么多人 老实说 忠言是逆耳 最逆耳的那些最有用 最好方法来的 但他的极权 那些帝王是不喜欢听的 所以被捉了那些 那些是最擅长的那些 甚至最擅长的那些 要是走狗 要是被捉了 不擅长的那些 那些拆鞋子留在身边 拆鞋子 那些拆鞋子 那些拆鞋子 让你读下来 让你一直拆掉 就像以前的幻观 那样 那样的那样 一样 他没有能力的 就留在那里 赚回鞋子 尽量看鞋子 看鞋子 看鞋子够不够时间 赚回鞋子 就把鞋子 把鞋子 都掉去西方国家 中共是玩这些东西的 你看现在中共里面 那些所谓官员 高级官员 外面拿多少外国护照 就知道了 他们是保命保身家的 真是保你共产党 你浪费气了 现在看贸易战来说 美帝动来 你没有还价之力 已经预计到的了 你还有什么牌打 你现在是找北韩牌打 金正恩都知道了 金正恩还不在那里咬你一笔 一样而已 政治就这么现实 有钱就跟你骗手 笑话 你没钱 看都不能看你了 对不对 有句话很贴切的 真是 穷在路编无人民 富在深山有远亲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